苗开油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.sworld。 今年交易截止日时,有不少大交易发生,其中,最引人关注的,莫过于华盛顿国民,与盛别哥教室的交易,下面,我们来浅浅分析一下这笔交易。 突然,球队设媒先来看看教室队的情况,一不算2020年的缩水赛季,教室队,已经16年,没有赢过一场季后赛的比赛了。 二不算2020赛季,教室队,自1998年以来,还没有赢过一次季后赛的系列赛。 三,即使我们算上2020赛季,教室队历史上,总共赢过四轮季后赛系列赛。 同时期内,他们的同须死敌,洛杉矶到起,则是赢过21轮季后赛系列赛,还有一次爱卡赛,四教室队,已经连续第二年,突破奢侈线门槛,然而,他们的球势,在联盟中,只能排第22。 很显然,这不是一支能赢球的大球队,但是如今,球队老板,却愿意花钱投资,将球队建立成一个新的品牌。 一直能赢球,对球迷来说,当然是好事,长远来看,也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回报。 那么,既然如此,他们没有理由,不去交易,胡安索托王苏州。 图元,球队设美索托,到底有多强?值得教室,如此大手笔。 接下来,我们通过几组数字,来具体分析看看,23,索托,今年只有23岁。 今年的未来之星对抗赛中,有20位球员,比他年纪还要大,要知道,这20位未来之星还。